华联市立幼儿园庆祝母亲节 分别为大中小班学童设计主题活动 有邀请妈妈一起参加的感恩会 还有小朋友亲手制作酒杯花蜡烛 要让家长和小朋友都能感受到 母亲节的温馨欢乐气氛 庆祝母亲节华联市立幼儿园 为大中小班的幼儿园设计了 不同主题的欢乐游戏 要让每一位小朋友懂得感恩母爱 也让家长看到孩子在学校学习到的礼仪 我们花蜓市立幼儿园针对今年的母亲节 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活动 分别由我们大中小班族举办了 庆祝母亲节的活动 我们中班族他会在活动当中 特别举办了奉茶的活动 最主要是要表彰我们母亲的伟大 然后体验母亲怀胎时夜的辛劳 而且奉上一杯爱心的茶 让我们的妈妈们都能够感受到我们小孩子 那么样爱妈妈的用心 那我们大班跟我们的小班呢 我们也会做干燥花的实验 我们要做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呢是用于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 要亲手送给我们的妈妈 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花式的作品 而且呢我们也制作了影带以及卡片 要在那一天的时候 除了送卡片送花之外呢 还要放我们的影片给妈妈们观赏 以表达对妈妈的爱意 希望所有的妈妈都能够在当天欢度母亲节 花莲市又庆祝母亲节系列活动 首先是由中班的小朋友 在永吉桥下运动广场邀请家长一起参与 有唱歌跳舞 有双手凤茶给妈妈喝 有送妈妈亲手制作的小礼物 还有帮妈妈按摩锤背 小朋友们黏在妈妈身上 场面温馨又甜蜜 很幸福 对学校很用心 妈妈的感觉怎么样 很就是自己也在长大 一直陪她一起长大 很棒啊 很感动 对 第一个宝贝 第二个 第二个 当了这么多人的妈妈 感觉是什么感觉 就是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很开心 很开心 就是第一个宝贝 第一个宝贝 第一个宝贝 还是当了妈妈的感觉 很开心呢 接下来大班和小班的小朋友 则是手作酒杯花蜡烛 要送给妈妈当母亲节礼物 在手作达人指导之下 小朋友们把色彩缤纷的永生花 放在透明漂亮的高脚杯当中 并且有老师帮忙灌进热辣 小朋友们仔细地把小花朵插到热辣里头 慢慢地完成独一无二的酒杯花蜡烛台 这是最珍贵最用心的母亲节礼物 花莲市立幼儿园希望透过活动设计 除了让家长和孩子感受到过激的气氛 也让小朋友们要懂得感恩的心 未来更要能够孝顺父母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